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看到今天央行室公告说 为对冲税期等因素影响 是开展了一年期2000亿人民币MLF操作 那么此时此刻这样的一个操作 对于市场来说有哪些意义呢 好的 那么在今年一季度 央行实施了较宽松的回避政策 无论是信贷投放还是社会融资统合的增加 都表明了这一点 那么经济面也因此其稳回升 根据已公布的数据 一季度以及四月份的经济都有所回升 而且PMI还出现了跳撑 重新回到50以上的过程区间 那么到四月份 有些投资者开始担心 央行的货币政策 会不会在经济回暖之后转向 我坚定认为呢 现在经济复苏的力度还不大 增长的动力还比较脆弱 所以现在谈政策转向还为时尚早 那么从五月份的情况来看的话呢 央行的货币政策 已然是维持这宽松的状态 那么现在实施2000亿的MRF的操作 也是有力地表明了 现在央行在政策上 已然是要加大力度支持经济的回暖 而不会在短期内收紧或者是退出 应该说这个政策的支持力度 在未来还会保持原有的力度 除了货币政策之外呢 财政策方面已然是比较坚定的 像大幅的减税降费 以及对于这个地方专业债券的发行 来鼓励呢地方政府的基建投资 那这一系列的举措呢 会保障我们的这个经济面 会维持一个稳步上扬的状态 特别是目前遇到贸易摩擦的影响 那么为来应对那么美国的压力 那么我们经济政策面呢 更要积极一些 这样的话在国内的经济面期稳 之后呢可能对于外力的 这种抵抗能力更强 更有利呢在贸易谈判中占据优势 所以我认为央行现在 这个释放这个流动性呢是必要的 那五月以来啊 A股净流出超过了174亿 很多人就担心外资已经是获利了结了 那您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另外MSEI扩容A股啊 是否可以带来一个比较明显的正面刺激呢 近两年呢外资大量流入A股市场 去年流入A股的资金量 接近3000亿 今年呢流入A股的资金量 也超过了1000多亿 那么由于很多外资呢 是在底部建仓 现在市场的大幅上扬 已经产生了较大的浮盈 一位外资呢 在看到市场出现利口因素 出现调整的时候呢 有一些获利了结出现净流出 这都是正常的市场现象 并不是一个趋势性的流出 那么今天呢 MSEI将A股纳入因子 从5%提到10% 并且公布了一批新的 纳入到指数的川远满股票 应该说呢 这个川远MSEI将A股纳入因子的提升 将直接给A股市场带来 165亿美元的增量资金 同时呢现阶段会带来更多的 外资流入 很多外资的对付基金 他们的业绩比较基准 就是MSEI新型市场指数 所以当MSEI将A股的纳入因子 提升之后 那这些对付基金呢 要相应地提升 对于A股的配置比例 以往呢 外资对于A股的配置比例过低 那么现在随着A股市场的 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 以及湖廣东市场中的开通 那么国家对于QFIT资金 汇出的这个限制取消等等 那么外资现在流入A股的 这个渠道已经完全打通 那么流出呢 也没有什么限制 所以未来这个外资 还会大量流入A股市场 现在外资持有A股的资金量 达到1.6万多亿 接近公募基金所持有的 1.8万亿的规模 那么到今年年底 随着外资的进一步流入 外资有可能会超越公募基金 成为A股市场最大的机构投资者 这对于A股市场的投资理念 市场生态都会形成比较大的影响 外资呢一向是 衷上价值投资和长期投资的 那么外资大量流入的 这些白龙马股 有可能会在将来继续表现 长期来看 这可能会对A股市场形成 一个比较可观的一个外部支撑 那么现在来看呢 这个市场对于上周A股的 一个大幅下挫 还是有一些缺乏信心的 那您觉得这一次的调整 算是一个筑底吗 还是说是会继续跟随 一些消息面的来波动呢 近期市场的一个调整呢 应该还是一个上升过程中的调整 牛市的格局没有改变 那么今年以来呢 市场走势已经超出了 很多人的预期 验证了我在1月2号提出的 2019年实大预言 即在各种利空消息的 逐步改善之下 A股会重回3000点智商运行 那么当大盘回到3200多点之后 又遇到一些外部的冲击 市场呢出现了回落 但是现在来看呢 那么谈判最终呢 有望达成一致 从而呢签署协议 这可能会成为 A股市场上涨的一个契机 那么从国内的经济面 政策面来看 已然支持A股呢 继续向上 对A股的牛市的格局 并没有改变 我坚定地看好呢 A股市场的后市 以及A股的黄金十年 那么在楼市的黄金十年 结束之后 那么A股的黄金十年 已经开启 将来居民财富的大转移的方向 就是从楼市中流出 进入到股市 这样的话 A股市场一些 优质公司的股权 成为各路资本 镜向追踪的这个对象 因此呢 白鲁马股的股市 股市可能还会继续 创出新高 以后呢 带领整个市场的回升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呢 机刹股和体财股 可能会进一步变用化 那么近期呢 监管层 严格的实施退市制度 公布了其家机刹股 这个直接暂停退市的 这个消息 以及呢 严格打击一些 违法违规行为 那么对一些业绩 爆雷的公司 进行年报未询函 应该说这一系列的举措呢 都显示出 监管层打击一些 违法违规 以及这个业绩爆雷的 这种现象 这更有利于呢 价值投资的推行 好的 非常感谢杨德龙先生 这一时段和我们的视频连线 谢谢您了 那也先休息一下 广告过后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